马斗福音第六章 你们应当心 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人意 为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你们在天赋之前就没有赏报了 所以当你施舍时 不可在你前面吹号 如同假善人在会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样 未受人们的称赞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 当你施舍时 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 好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 你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当你祈祷时 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 爱在会堂及十字街头立着祈祷 为显示给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 至于你 当你祈祷时 要进入你的内室 关上门 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你们祈祷时 不要唠唠叨叨 如同外邦人一样 因为他们以为只要多言 便可获得垂云 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 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 以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 我们在天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成形于地 如在天上一样 我们的日用粮 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宽免我们的罪债 犹如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赋 也必宽免你们的 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 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 几时你们进食 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 面带愁容 因为他们苦丧着脸 是为叫人看出他们进食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 至于你 当你进食时 要用油磨你的头 洗你的脸 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 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见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你们不要在地上 为自己积蓄财宝 因为在地上有虫柱 有锈石 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 但该在天上 为自己积蓄财宝 因为那里没有虫柱 没有锈石 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必在哪里 眼睛就是身体的灯 所以 你的眼睛若是康健 你的全身就都光明 但是 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 你的全身就都黑暗 那么 你身上的光明 如果成了黑暗 那该是多么黑暗 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 他或是要恨这一个 而爱那一个 或是依附这一个 而轻忽那一个 你们不能侍奉天主 而又侍奉钱财 为此 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你们的生命 忧虑吃什么 或喝什么 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 忧虑穿什么 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 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 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 它们不播种 也不收获 也不在粮仓里囤积 你们的天赋 还是养活它们 你们不比它们更贵重吗 你们中 谁能运用思虑 使自己的寿数 增加一种呢 关于衣服 你们又忧虑什么 你们观察一下 田间的百合花 怎样生长 它们既不劳作 也不仿织 可是我告诉你们 连撒罗满在它 极盛的荣华时代 所披戴的 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 田地里的野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投在炉中 天主尚且这样装饰 信德薄弱的人啊 何况你们呢 所以 你们不要忧虑说 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因为这一切 都是外邦人 所寻求的 你们的天赋 远晓得你们 需要这一切 你们先该寻求 天主的国 和他的义德 这一切 自会加给你们 所以 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苦 足够一天受的了 便宝费 你们再聊